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 连生活佛开示 为什么要关空 像我们讲起来 我们在修行当中 你要入三魔地 你就必须要把什么都忘掉 也就是连希望的这个心都忘掉 空了一切 你关空 你真正能够关空 你才能够有佛性才会显 你不能够关空的话 好像你执着一 执一也不能算是空的 因为你执着一 这个一还是希望的 你要进入真正的理营的当中 完全没有了 这个道家是讲坐望 你坐在这里 望了一切 这个时候 你真道才能够显现 佛陀在这一段话当中 并没有提到 什么原因 什么都光空了 什么都坐望了 佛性才会显现出来 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理由好讲 好像一个杯子 它这个水 它这个水 假如是满的话 你什么东西倒都倒不进去的 你再倒水进去 那个水都会冒出来 但是你这个杯子 假如是空的 你把水倒进去 它就可以装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的意念 你的这个心 完全消失掉 灭尽了 那么宇宙意识的这个法流 才能够进到你这个杯子里面 才会充满 你假如本来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水 是很肮脏的 这些意念存在的 都是很满的 你平时都是一些污秽的这个想念 都在这个杯子里面 你说这宇宙的法流 怎么倒进你的杯子呢 因为它一倒进来 它就流出去了 永远不会在你杯子里面 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 所以我讲过的 你只要光空了 空了一切 这个依旧法流就进来 进到你的身体 最重要的 还要把你这个虚妄的这个心 眼而鼻舌生意 是属于希望的心 这叫六层心 叫做虚妄心 都要消灭掉的 都要没有 都要无心 你们听到这个无心 我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无心 大家以为说 奇怪 师尊 怎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无心 年轻的时候 经常喜欢唱一条歌 这个我的一颗心 送给一个人 那么你心送给了人以后 不是无心吗 你就没有心 人家问说 如生与你的心 已经被脱心的人脱掉 这个心已经被脱心的人脱掉 那时候讲的这个无心 跟现在这个无心是不同的 你老是把你的那一颗心送给人 这个送了太多了 你自己已经就没有心了 其实也不是送很多 一颗心只能够送一个人 送给人家你就没有了 你就变成无心的人 为什么是无心呢 因为被脱心的人脱走 那这是讲好玩的 不过讲起来也是事实 这个有人讲啊 为什么这个 这个男女约会啊 一定要在比较暗的地方 那你们讲 讲出那个他的道理 为什么男女约会 要在比较暗的地方 对啊 这个爱情是盲目的 他偷看啊脑筋急转弯 爱情本身是盲目的 所以要在黑暗的地方 这个其实啊 我的意思是讲 这个心啊 要把它变成 真正的空了这颗心 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真正在禅定当中啊 我们现在目前 在修禅定 不但要空了我 我要空 就是无我 还要把六层空 就是把眼耳 笔舌 生意 全部空了 还要把那一颗希望的心 给它空了 真正能够空了 宇宙的法流 才能够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这当中有两个现象 在密教里面 我们经常谈到的 佛陀在这个颜结经里面 没有讲到 不过他只是讲说 你只要把这个 生灭了 六层灭了 心灭了 你就可以看到光明 佛性就会显现出来 但是在密教里面啊 有所谓入我我入关 什么是入我呢 就是说当你一切空了的时候啊 这个宇宙的法流啊 它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其实那时候你没有身体 这个讲 这个讲起来说 进到你身体 只是一种形容 其实是打成一片 你本身已经化为空了 跟宇宙法流是一样 就这样 就这样子 融合在一起 密教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啊 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放宽大 放空 然后呢 这个宇宙的这个光明的法流 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叫内外打破 这个叫入我 那什么叫我入呢 我入的时候啊 你会看到这个 无垠的这个晶空 看到明体 你看到宇宙的明体 产生出来 一个大言尽致 一个很大的言 很光明的 像宝镜一样的 充满了宇宙之间的 大言尽致 那么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人呢 就飞起来 那么就飞到这个 整个宇宙的光明的 大言尽致里面 融合为宇 这个就是我入嘛 一个是入我 宇宙法流 进到我的身体 一个是我入 我的身体 进到这个宇宙法流之中 那这个宇宙法流